记者王关人台北报道,内政部移民署为落实移民辅导及加强热线咨询服务品质及效能,自本月开始,将延长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,0800-024-111服务时间,原本服务时间只有在周一至周五下午4小时的印尼语、泰国语、柬埔寨语,将延长为8小时, 改为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移民署指出,该热线原本除了提供免费国语、英语、日语24小时全年无休咨询服务,在东南亚国家语言服务部分,原本只有越南于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,印尼语、泰国语及柬埔寨语为下午1时至5时 不过,为照顾印尼、泰国及柬埔寨的新住民、移民署从本月1日开始,延长印尼语、泰国语及柬埔寨语的咨询服务时段,改成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时至下午5时 移民署说,该热线客服人员皆由新住民担任,皆现实,除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外,更能给予来电这心理上的支持 据凡生活资讯、签证、入出境、停局留法令、通议、工作、教育、税务、健保、交通、人身安全、医疗卫生、子女教养、生活适应等问题 皆可利用这条专线获得帮助 泰国语客服人员李秀金说,常接到泰国籍新住民因来台生活 语言不适应,感到很苦恼,不知道哪里可以学中文、煮菜、机车考照及认识家乡新住民等 他透过热线帮忙解决问题后,求助的新住民常因为听到熟悉的声音而不断与他多聊几句 他才发现原来在台湾,家乡语言能够让新住民感到十分贴心